順應時代變遷 族群文化也藉由科技有新的傳承方式 塞德克族維基百科社群 在教育部以及政大等單位的輔導下 兩年前正式列入全球維基百科語言列 這次也特別辦理上半年的微型發表會 分享現階段的工作內容 除了持續編修維基百科的條目 也加強族語料收集 到部落採訪騎勞 並製作影片在平臺上永久保存 那這些語料我們也會做系統上面的整理 然後把它放在維基百科平臺上面 讓族人去看這樣子 然後去做學習 就是讓塞德克族的朋友們族人 在Wiki他就看到我們寫的這個話 這個語言還在活絡 讓世界各國也知道 臺灣也有塞德克族這個語言正在使用 塞德克族維基百科社群 也透過甄選 吸引年輕族人設計社群logo 藉由圖像更清楚地傳達族群文化意象 也希望讓更多青年能夠加入文化傳承的行列 發表會上也有阿美族維基百科社群以及排灣經典等各族群共襄盛舉 也希望彼此交流經驗 而為了讓更多人知道塞德克文化 塞德克族維基百科社群 目前也透過美國國際社群 美國維基百科基金會補助計畫辦理真能課程 以及更多推展工作 未來也期盼在維基百科平臺上 製作更多文化小詞點或是文化記憶的記錄 在順應時代趨勢下 讓傳統文化藉由網路以及智慧化的模式 持續保留傳承